国中小学30号开学县长徐真卫在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的陪同之下 前往中原国校并表示每学期开学第一周为友善校园周 113学年度主题为拒绝儿哨性剥削 不拍不传不留要求助 建立正确的自我保护观念及求助管道 并培养危机意识 而同时也增进教师家长以及社区的民众 对于儿哨性剥削的防治议题的认识 现在询问表示各界学校可以应用在朝会或是周会等大型结会场合 对全校师生宣导拒绝儿哨剥削不怕不传不留要求助 并且配合地方重大活动或是结合政府以及民间资源 积极规划多元活泼扮演方式 此外融入学校相关课程教学与活动实施 其中包含性别平等科技资讯等等 主校也有无限的改变 无论是我们校长有面高的 那我们老师依旧爱心满满 依旧我们的教学 我们的鼓子满满 那很多的孩子可能是有新的环境 或者鼓子转学 或者我们还有新生来到中文科校 我们都新生成全商界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看到年纪的新生的时候 决定月月之后 我们又要好好的赞给他们好不好 好 好 他们的游战 尤其是 好 比理江赛 还有我们的积极也很重要 什么东西要生气的时候 我们深呼吸三次 好 我们的情绪就会满分的下来 由于我们的事情也跟上次报道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的学习 现在学习表示 若学校接过相关事件 涉及校园霸凌 疑似校园性别事件的时候 学校应相关办法规定来通报 并且启动相关调查处理 或是辅导协助措施 以厘清事件 并且提供学生相关教育处置的辅导 回复校园生活以及避免再犯 记得终于欢声报道